地震第二天花蓮山區仍有許多人員受困 包括蘇花礦區多個礦場工人受困 中橫公路九驅動遊客受困等 搜救人員把握黃金救援時間進行搶救 所幸陸續有人員被救出脫困 但因為山路斷點太多 人車機具難以進入 整個搜救行動持續和時間賽跑 希望能把所有受困的人員全速救出 民眾隊的空拍鏡頭揮手 還有人興奮擁抱 一群人被困在鋼購明隧道內巴士遭擠壓 已經嚴重損毀變形 推測音是泰魯閣精英酒店的接駁車 一名身穿反光被新頭戴工程帽的男子 揮舞著紅旗希望讓無人機拍到更明確的受困位置 今天一早空拍機發現燕子口往西三四百公尺處 鋼購明隧道內精英酒店最後兩台失聯小巴上 一共五名員工以及二十多名遊客 黑暗中挺進搜查 路邊還有許多掉落石塊 台八中橫搜救工作持續進行中 隧道內沒有訊號 生還者無法聯繫外界 目前救援工作只能依靠空拍機掌控位置 搜救員表示九區洞到天翔這一段路況稍微好一些 但是九區洞往花蓮市區相對較難到達 隨著台八線道路搶通泰魯閣口陸續有受困車輛出來 另外也有找到泰魯閣口附近居民認為 地震當時的狀況比九二一還大 當然現在目前餘震還是持續在發生 我想各位都知道 那當然在過程當中一定會有蠻大的風險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們也要求我們出勤的 那個特搜的同仁 帶對觀對於這個安全的部分 一定要列為最高的考量 特搜表示目前仍有餘震搜救過程 還是有一定風險 會對濕聯民眾盡量取得聯繫 並以安全為最先考量 記者劉品成徐莉晴 花蓮報導 強震侵襲災情不斷 游擊花蓮最為嚴重 其中知名景點 軸取動出現多人受困的情況 救難隊出動多台車輛前往救援 可以看見貪方嚴重視線不清 救難難度極高 加上地形彎曲複雜 救難人員只好帶上所有救難工具 徒步進入救人 徒步是不是 好 你 好 你不要動 由於車輛無法進出 救難人員只好將傷患咒出 並在遊覽車上進行初步救治 在隧道口前的空地 也有救護車與直升機隨時待命 根據統治 目前名隧道員精英員工 35人失聯 已經救出7人 其中一人腿部骨折 剩28人已經巡貨 並將陸續救出 在晚間前再下山 在第二名隧道內 29人都安全無余等待救出 而目前沙卡當步道 搜救人員與胎管處人員 都順利脫困 但還是有一家五口未搜救到 失聯地方也在坍塌嚴重處 情況不樂觀 小追路步道也傳出 一人遭到活埋 救出時已經死亡 已經看到前面 就是土石流下來了 然後當下我們整個 我跟我旁邊的朋友 就是說土石流土石流 就沒想到下一秒 就直接砸中車子 整片就是整個一片黑暗 被救出的精英員工 情緒潰提心有餘悸 表示落石不斷 遊覽車還遭到落石襲擊 身邊不斷有人受傷 等了一夜 終於等到救援 檔梯42人 救護人員加快搜救進度 高雄特搜隊也加配人員 利用直升機吊掛方式前往勘插 就怕明天會降雨 導致貪方更嚴重 搜救更困難 甚至還會有撤吞的可能性 記者中的報導 就覺得 Oh my God 美味啊 強震過後都沒能好好吃頓飯 受困兩天 台泥和平廠員工在山區 披荊斬棘 自己開出一條求生之路 花蓮這個和平礦場呢 因為呢在昨天的時候 受到這個大地震的影響 因此呢除路交通時都中斷了 不過呢當時候有掘略50多名的礦工呢 時速困困在了山上 而在今天一早的時候 這個先遣隊員呢 經過探測這個道路的方式喔 一經讓這一名掘略50多名的 這個礦工都成功的平安下山 主管都有安撫我們說 其實就是等待 救援 然後如果路況好的話 我們就可以下山 這條數是以前那個 老獵人 老獵人狩獵的時候 大家印象中應該有那條路 那就是派一個先遣隊先去 走走看看看看 所以我們有先派人 先做一個看看的動作 那確定路安全以後 我們跟公司也 報備完畢以後 我們就直接下來這樣 我們來 小心 小心 從山上礦場下側落差 海拔超過1000公尺 受困礦區的64人陸續下山 從集合點搭乘接駁車 期間有五個人直接回家 另外的59人通通安全 抵達場區 看到爸爸平安回家 孩子們抱得緊緊 說什麼也不想放手 感覺就終於可以下來 很好啊 在山上就比較困苦一點 但是還是有得吃有得喝啦 和平空區七十億人受困 其中一人不幸罹難 六個人由空勤直升機送下山 其餘員工最後都順利 平安回家 記者許立芹 王仲君 陳瑞祥 華聯報道 強通道路立即開車下山 直奔特殊隊員而來 這家才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 知道人數有名單嗎 沒有名單 我們沒有名單 人數大概給我們 還有旅客嗎 有旅客 有旅客有 我們去哪裡了 面對特殊人員問答 女子回答得有條不問 留著一頭俐落短髮 輕裝打扮 說自己住在部落灣 4號一早開著車 厚厚蕩蕩帶了一百多人下山 當中也有不少外籍遊客 像是這名德國籍遊客 碰上花蓮強陣 一度受困 你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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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順暢 謝謝 哪個國家 你從來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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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第一次來臺灣 第三次 四次 就是熱愛臺灣 德國籍遊客 已經是第三度來臺 熟門熟路 來到泰魯閣國家公園 享受鬼斧神雕的美景 還帶上了寶貝女兒 沒想到強陣造成山區土石崩落 連外道路封閉 原本以為要受困好幾天 沒想到這名住在部落灣的女子 搶通道路 還開車將山區受困 居民遊客 平安帶下山 你們車子可以出的來嗎 可以可以 大陸不是都搶通的是不是 對對對 我們一半是自己搶通的 人都下來了 都下來了 都下來了 頭戴棒球帽的外籍遊客 看起來神情輕鬆 雙手卻是緊緊環抱著寶貝女兒 這回的泰魯閣旅程 恐怕成了畢生難忘的回憶 記者 綜合報導